各位观众您好 今天给您谈一下关于面包粉的种种 现在我们在市场里头买得到的面包粉 有像这种细细的口袋装的 也有这种口袋装的比较多的 那么如果不是常常用的话 一次用多少就买多少 面包粉放不起 也就是说放了会容易发霉容易变味 那么买面包粉的时候 以我自己的经验是买粗颗粒的比较好吃 也就是说炸好了的时候 它的东西感觉上摇杆更松更酥更好吃 那么这种的就是粗颗粒的 我想您看一下 这个颗粒有一点像米粒这么大小了 这种粗颗粒的面包粉 通常是大包装的比较多 那么这种细细的 这个我想您也看得到 这个是相当细 这种细的呢 炸出来比较会硬 比较会硬 吃起来呢 就没有像这个粗颗粒的 那么有这个松的感觉 关于这个面包粉 我们也可以自己来做 自己来做的话呢 就是用吐司面包 这个吐司面包不能买的新鲜 通常呢就是说剩下的 前几天用的 没有吃完的这种硬的面包 拿来做这个面包靴是最好 我们叫它是面包粉 那么也有人 尤其是在广东也香港 他们叫它是面包糠 也有人叫它是面包靴 那么这个用这个硬的面包 或者你放到冰箱里头 让它变硬 也可以晒 放到太阳下面给它晒硬 晒硬的那种面包干 用擀面棍一擀就碎掉了 那么这种的还比较软一点的 你就用叉子自己呢 这样子挑 稍微把它在冰箱里头 给它冰一下 那么硬一点呢 挑起来的这个颗粒呢 会比较细 或者是给它这个 放得久一点以后呢 你就搓 给它挖出来以后呢 就给它搓碎 这样子自己来做的 这种面包靴呢 炸东西炸起来是非常的好吃 那么另外呢 还可以代替的 有这个苏打饼干 还有呢 就是可以把这个面包的 这个边拿掉以后 切成小丁 0.5公分以下的小丁 小颗粒 拿来蘸在这个材料的上面来炸 也是很好吃的 那么另外比较变化多一点的 就是把米粉啦 冬粉啦 也就是粉丝 切成这个不到一公分的长度 那么然后呢 就来锅这个材料 那我讲这个锅材料 通常呢 用这个面包粉来炸的东西 最常见的 也就是炸鸡腿啦 炸猪排啦 甚至于这个炸鱼啦 那么都有 但是呢 你要记得 就是用面包粉来锅着炸的 这个材料本身呢 不能切得太厚 要薄的东西 那么这样子才会炸的熟 容易炸的熟 而且吃的时候才有这个 酥脆的感觉 如果你是切了一个东西 很一个材料 很厚 很圆的东西的话 炸不太透 而且呢 就减少了这个酥的感觉 那么另外呢 就关于用面包粉炸的东西 油的温度很重要 因为它是面粉发酵过 而这个干了的 但是它就有很多的这个细孔 所以呢 油很容易吃进去 因此呢 这个油的温度不能太低 不能太低 太低呢 还有一个坏处 就是容易掉 一碰到这个粉呢 就容易掉 所以呢 通常用这个面包粉 锅了来炸的菜 油的温度呢 都是要用这个 七分热 八分热的样子 通常我们讲起来呢 是240度 如果是按照这个华氏 华氏来讲的话 160度也就够了 160度以下 180度是已经太高了 再就是说这个面包粉 我们那个拿来 这个保存的时候 最好放在冰箱里头 如果你没有用完的话 台湾呢 比较潮湿 所以呢 很容易变味 容易发霉 这也是在这个保存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的 那么用多少 买多少是最好 买的时候呢 必须要拿着手里 感觉轻 而且窝一下 觉得它散得开 不会粘住的 没有结块的 这都是好的面包粉 那么就是需要 你买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的 关于这个面包粉 我想今天呢 就谈到这里 好 我们下一周 同一时间再会 就是需要的 工资 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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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